一大早学生们就分头展开采腾心、捕鱼等田野体验课程 有同学上山采腾心,也有同学去海边采制鱼 今天有准备虾,然后鱼,然后还有腾心,关于原住民的汤品 感觉很累,可是也可以体验到以前老人家 这是我们的菜园,里面有种葱、地瓜叶、芋头 实践珍惜生命与感恩大赞的信念 原民美食在学生们的巧手下意义呈现 这个是腾心,这个是阿美族非常贵重的一个食材 它是从山上取下来,对于贵宾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最棒的一个食材 还有这最新鲜的伴手礼正在火炉上烟熏着 从早上大概十点到下午三四点,大概至少要五六小时 再靠着烟熏让它慢慢的熟 这个肉质非常的好吃,因为它不会油腻 你只要撒一点点盐就非常的好吃 这也是我们原民的特有的美食 而这一锅是众人引颈期盼的汤 这渣拿掉以后 接着最重头戏就是要把我们的猪血放下去 我们名副其实的血肉模糊汤要出现了 血肉模糊汤跟菜市场一般我们所吃的猪血汤 完全是不同的口味 血肉模糊汤一定要加酸菜 口感吗?就是比较油一点但是味道很好 虽然这看起来非常的血漏模糊 但滋味齐佳令人垂涎 这场原民饗宴款待传授巴斗学子原民文化与工法的长者与老师们 同学们的老师指导他们在花莲的一些山上的一些部落的一些课程 所以非常谢谢他利用机会来感谢他们 这也是一种感恩的活动 那也符合我们这一次原民洲的主题就是爱 我们的长辈们对我们学生的爱 那我们的同学们也要回馈给我们的长辈 在长辈的带领祷告下开启了这场盛宴 丰盛的美食下感受原民传统文化的智慧 对于即将要毕业的学生 长辈们纷纷给予祝福 我知道他们很用心的去学 不过他们要毕业了 别忘记 阿公在这边要向你们加油 感谢校长今天的邀请 我也没来参加过这种活动 但今天来真的感觉到原住民这些学生的热情 还有这些丰富的午餐真的战败 师生齐聚亲自烹调传统美食 未来还有一系列的原民课程计划 将原住民丰富的文化内涵 与传统智慧传承下去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导